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學長開箱 那今天學長呢 要為大家介紹的一個咖啡器材呢 其實不是跟充足有關係的 而是關於一個保鮮的保鮮罐 因為其實咖啡豆的保鮮一直都是非常多咖啡玩家們的一個問題 尤其是有些人他可能喜歡買豆子 但是他喝的速度沒有那麼快的情況之下 當你的豆子他從烘好一直在充足過程之中 開始接觸空氣氧化 大概到一個月到一個半月的時候 這段時間是比較尷尬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時候的咖啡他的保鮮效果已經沒那麼好了 所以他的排氣作用也會比較差 所以你在充足起來的時候覺得 好像他的排氣狀況不像剛烘好的時候那麼舒服 你充足的時候也會發生說悶蒸可能不漂亮 或者是你在給水的時候有點塞住 甚至於是咖啡豆出油以後 你的咖啡粉不太會吸水的這種狀況 所以咖啡豆的保鮮就成為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學問 那學長也建議大家 當然如果你可以很快速的喝完 譬如說你豆子都是在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就能喝完的話 其實你用一般的豆袋保鮮效果就很好了 但是如果你的豆子就是很多很愛買豆子 但是又喝不了這麼快的話選擇一個好的抽真空的保鮮罐 確實對於你的咖啡豆保鮮是會有幫助的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器材其實就是根據這個需求而存在 叫做Encore的保鮮罐 Encore的概念其實很簡單 就是利用這個旋轉這個閥門的設計 把罐子裡面的空氣抽出來 讓裡面的物質無論是咖啡豆或是其他的需要保鮮的東西 能夠減少對空氣的接觸 那我們可以看到保鮮罐的蓋子上面 有一個可以旋轉的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正轉逆轉都沒有關係 在旋轉過程之中裡面就有一些機構 會把罐子裡面的空氣抽出去 時針的罐子呈現出一個真空的狀態 我們可以來簡單看一下 譬如說如果我蓋子是這樣子 如果但是我沒有抽真空的情況之下 我這樣子其實輕輕的就可以把蓋子打開 代表說它裡面是沒有吸力的 但是如果我按下去以後 這樣旋轉正轉逆轉都沒關係 大概轉個10下 10下左右 大的罐子可能11 12下OK 然後我會發覺說 這樣子拔的時候 它裡面就已經沒有空氣了 所以它形成一個吸力 所以這時候就沒辦法再拔了 然後旁邊有一個小小的按鈕 這個按鈕按下去 空氣就會進到罐子裡面 然後它就可以把罐子打開 可以聽一下它的聲音 可以聽到一個空氣的聲音對不對 這時候代表說 外部的空氣進到罐子裡面 這時候就可以很輕鬆的把罐子打開 那我們可以來看第二個實驗 就是非常喜歡用棉花糖來做實驗 因為棉花糖它裡面的空氣很多 所以當我在旋轉的過程之中 其實棉花糖它默默的 它有點放大的狀態 因為裡面的壓力改變了 所以我們這時候 空氣放進去的時候 棉花糖的尺寸會有明顯的變化 可以看到 突然從大顆的變成小顆的 就是因為裡面的 氣壓環境變得不一樣了 所以使用棉花糖這種 比較蓬鬆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很顯著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顆的 好可以看一下 當我們把空氣放掉的時候 就很顯著的會看到棉花糖 整個狀態變得不一樣 這就是代表說 它其實這個小小機構 就可以讓罐子裡面的 環境變為真空 那當然學長也不會跟你講說 因為這個作用 所有咖啡豆可以放很久很久 其實這個觀念是不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咖啡豆本身 它裡面還是含有一些些氧氣 所以它還是會繼續進行氧化 只是說呢 把單量的空氣抽出來以後 它可以減緩它的氧化作用 所以你不要告訴我說 學長我買這以後 咖啡豆是不是就可以放到半年 甚至一年 其實學長也告訴大家 這是不對的觀念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次的Ancon 它這次的兩種規格 它的顏色部分呢 有透明的 就是半透明的 其實半透明也是有點黑色 然後還有黑的跟白的 當然還有全透明的 但是學長呢 覺得既然是要做咖啡呢 我建議大家還是買半透明的 至少買半透明的 為什麼呢 因為半透明的 它還是可以隔絕一部分的 氧光跟光線 所以實際呢 咖啡豆放進去的情況之下 氧化的狀態會減少 那接下來呢 是尺寸 來實驗一下 好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小罐的能夠放多少克的豆子 好 先歸零 我們裝到大約9分滿左右 大概最佳的 好 差不多這樣子齁 就 208克 然後 把它鎖起來呢 這完全是 沒有問題的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小罐大概是 200到210克左右 不用 那我們來試一下大的 好 來試大的 好 大的 大約可以放差不多兩包半放夠 但是可能會差一點點 好 大概是 420 230 大概422 可以再多一點點 蓋子可以蓋上去就可以了 420克左右 那同時呢 如果你家裡是沒有磨豆機 沒辦法現磨 那你可能是買磨好的咖啡粉的話呢 NKON這個保鮮罐呢 同時也可以使用 但是呢 建議大家呢 可以把豆袋一起放進去呢 可以維持最好的品質 那怎麼做呢 給大家看一下齁 就這樣 我的豆袋 你就不要把咖啡粉呢 整個倒到 罐子裡面了齁 這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大意義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跟大家講齁 任何的這類型的抽真空的保鮮罐呢 他們同時都有一個小小的 必須大家注意的事項 那就是關於細粉 有時候呢 在旁邊的封條 可以看到齁 這邊有一個膠條 那膠條呢 跟這邊抽真空的位置呢 他如果你有很多的灰塵 或是有很多的粉末狀的東西 把他的 讓他的氣密效果呢 沒有那麼好 就卡在這個膠條上面 或是在這個孔洞上面 那氣密效果變差的情況之下呢 他就有可能會露少許的空氣進去齁 所以建議大家關於這些粉末狀 譬如說你想要太白粉 或是其他的粉末狀的東西的時候呢 就連袋子一起放到罐子裡面 然後再做抽真空的動作呢 就可以維持你的保鮮度了齁 好 關於清潔的部分呢 他有一個深度清潔的方式齁 希望跟大家講一下 好 就是譬如說你可能真的不小心齁 你的膠條沾了一些粉末 不一定是壞掉齁 可能是因為你的膠條被污染了 那怎麼辦呢 跟大家講齁 可以準備一個湯匙或是一個扁狀物 都沒關係齁 然後呢膠條的下半部呢 這邊有一片這個東西齁 你先用大拇指 先用紙尖 先把它翹起來 翹起來一點點 然後把這個扁狀物呢 需要用攪拌棒 你可以用湯匙 然後把它塞到膠條跟這個 這個中間 不用擔心它會壞掉齁 因為它其實是蠻不容易壞的 然後塞進去以後呢 然後稍微把這個膠條推開 就這樣齁 很簡單 推開以後呢 這一片膠條 然後以及裡面這一片 這個是抽真空的氣閥 把它打開 可以轉開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這個 小小的氣密電圈 這些東西呢 都可以稍微過一下水 然後呢 硬乾完以後呢 再把它重新組裝回去呢 就完成深度清潔了 就不用擔心說 一些粉末狀的東西 會讓你的氣密效果不好 OK 那組裝的時候也很簡單 就記得 什麼地方來的時候 就怎麼裝回去 這邊有個墊圈就墊回去 然後呢 這邊有個孔洞 放進去 轉起來 轉緊 你的膠條呢 硬乾了以後 把它塞進去 都是防呆裝置 所以就只能只有一個方向可以裝 你也不用擔心說 裝不上去的問題 然後最後呢 這個蓋子 把它 壓下去 OK 壓下去以後 聽到喀啦喀啦聲 就完成了 就是深度清潔的部分 所以其實非常的簡單 但是原則上 學長也跟你講 如果你 沒有用粉末狀的東西的話 不太需要做深度清潔 可能你 用到壞掉的 不太需要深度清潔 但學長可以跟大家講 N控的原則上 每一個這個蓋子 都可以旋轉五萬次以上 所以換句話說 這一個 大概可以使用的頻率是 開開關關 可以長達五千次 就是每天開關關 都可以用好幾年 那最後還有一個 一點小小的 它的設計上的巧思 就是大的跟小的是可以 疊合的 而且是完全會 穩固的 換句話說 你如果買好幾個咖啡豆罐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 這樣 好 很省收納空間 然後 可以 有很多這種憋合的方式 就很省收納空間 那也不用擔心說 平平罐罐很多不好收納的問題 所以N控真的在設計上面 是蠻有巧思的 那最後呢 學長會用N控的保鮮罐 做兩個實驗 這兩個實驗是會讓大家了解說 有做良好的保鮮 確實對於咖啡豆的保存是很有幫助的 OK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做實驗囉 那學長今天呢 先準備了 這個是大概7天左右的 伊索比亞古蹟豆 那這一包呢 是我已經準備了大概 35天 35天左右 就大概是一個月多一點點 也是同樣的豆子 那培肚也是一樣 那我先準備好了 那我們兩次呢 就會來看看 悶蒸的狀態 因為主要是看悶蒸的膨脹狀態 就可以大概了解說 豆子的排氣狀況 那排氣狀況好 通常代表新鮮度還是比較好一點點的 OK 好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 悶蒸 40cc 1 2 3 繞 2 圈 回中間 大概42 43 那可以看到 我們悶蒸時間 我們就悶蒸到它 不膨脹有點塌陷位值 那我們就來比較一下兩個之間的差異 以後可以看到整個吃水的狀況很飽滿 排氣狀況很好 那這種大概一個禮拜左右的豆子呢 非常的好充足 如果大家有仔細看的話 確實35天它的吸水狀況 還是略微的差一點點 但是可以看到 它目前的膨脹狀況 還是非常的好 好 我們現在大概悶蒸時間已經 30秒左右了 但是我的粉塵呢 還是可以維持住 不會有塌陷的狀況 好 好 那我們再多等個15秒 挑戰一下極限 一般學長到45秒的時候 你就不會再悶蒸了 所以如果豆子能夠維持悶蒸的狀況 不塌陷一分鐘左右 基本上就已經很完美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當然 我們7天的時候 它的膨脹狀況 絕對是非常的好的 但是呢 用N控的情況之下呢 即使是把豆子放到35天 甚至更長一點的日期 它還是可以維持到 一個很好的排氣狀況 所以呢 它對於咖啡豆的保鮮 以及它的充足體驗上面呢 還是有顯著的幫助的 那第二個狀況 我們來比較一下 沒有使用N控 跟使用N控的狀態之下 當我的咖啡豆 倒了40天以上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狀況 那這一包呢 是 我剛開始開封的時候呢 就把一半的豆子倒到N控裡面 然後讓它呈現一個 抽真空狀態 然後呢 40天以後呢 我再來 兩個來比較看看 那我們一樣 給40cc的水 1 2 3 繞 兩 圈 回中間 好 40cc 可以明顯發覺說 它的吃水狀況 會沒有那麼好 粉塵有膨脹 但是呢 沒有非常的 顯著 然後 然後 吃水狀況 OK 好 可以看到 N控的悶蒸狀況 還是 蠻顯著的 它膨脹的速度 的狀態 還是蠻快的 快速的就會把粉塵撐起來 就同樣是四指提供 當然 我們能夠盡量保持CAPITO新鮮的話呢 那你的充足的狀態 跟風味的表現呢 就會更好一點點 現在大概已經 差不多30秒了 那膨脹的狀況 非常的好 它實質上呢 是可以做好 比較 讓咖啡豆的壽命延長的 這樣的一個功能的 好 那麼 看完了以上兩個實驗呢 不知道大家對於咖啡豆的保鮮呢 是不是有更多的了解呢 N控這樣的真空保鮮器材呢 它其實的目標組織 就是你的豆子存量 如果比較多 或是你喝的速度比較慢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利用N控來再增加你豆子的壽命 其實 當你的豆子壽命 從一個月變成一個半月 或是兩個月的時候呢 其實後半段 豆子的好喝度 能夠維持的話 對於大家來說 這個的價值其實是非常大的 因為我們大家都不希望 因為豆子不新鮮 而風味不好喝 實際上呢 就跟你把錢丟到水裡面是一樣的 這很可惜 所以如果你有這樣的需求的話呢 使用這樣的器材 來做豆子的管理呢 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學長還是要跟大家講 如果呢 你剛開始買的豆子就是不新鮮 譬如說你很喜歡去大賣場買 它的保存期限本來就不漂亮的豆子啊 它本來就在一個 比較沒那麼新鮮的狀態之下 就算放在N控裡面 也還不是差不了多少 所以 需要建議大家 豆子一定要買新鮮的 那如果你買的比較多 或是有喝不完的狀況 使用N控這些型的真空保鮮罐呢 再增加你的咖啡的壽命 這樣子呢才是真真正正的 符合金餅咖啡的精神 並且為你省錢 並且讓你的風味維持的最好方法喔 好的 那今天的學長開箱就說到這邊囉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好 那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拜拜